随着来自中国的几家大型电动车制造商 例如比亚迪、长城长安和上汽 进入泰国东部11C区域投资后呢 特别是在村务林府的潘通区 土地价格翻了近一倍 此外还有更多来自中国的资本 进入该地区域购买土地 建设与电动汽车相关的配套企业 这些外资企业的进入 给泰国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 对泰国是否还是货呢 大家好 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泰国第一个获得房产经济冷症的中国人 感兴趣泰国地产的可以关注下这个频道 泰国工业园区的购买力和需求较为强劲 例如位于马达铺的工业区 那里有SCG和PTT等大型石化企业 此外工业园区有大量的劳动力 对购房有较大需求 但碍于收入增长有限 很多人贷款都被拒绝 低于100万泰铺的房子更是少之又少 新进入投资的工厂大多是来自于中国 很多都是自行采购建筑材料 以及使用自动化设备 因此主要获益的还是当地的土地所有者 而对于当地的就业影响相对较小 与工厂投资而不成正比 目前罗永府工业园区的土地价格 平均美赖高达400到600万泰铺 比过去两到三年翻了近一倍 且需求依然持续增加 不过马大铺和攀通地区则只有较少新工厂开设 因为土地价格过高 平均美赖1000万泰铺 做工厂来讲并不划算 来自中国电动车企业投资的积极影响 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者对于劳动力 房地产和商业的影响 并没有想这样当中的那么好 因为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无论是机器或者原材料的进口税 中国企业申请到BOI政策之后呢 几乎可以不需要缴难 有的甚至免除最长15年的企业数多岁 加上中国原材料的低廉成本 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 本地同类制造企业无法与中国制造竞争 这些商品不仅由本地中国工厂生产的 还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 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 直接冲击了泰国本土中小型企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以来泰国本地有大量的工厂被迫关闭 2024年全年泰国工业土地的销售预计将达到7000赖 2024年仅6个月就达到了4020赖的强劲态势 第一季度销量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的2295赖 第二季度为1725赖 这使得上半年工业园区销量超过了泰国工业园管理局设定的4000赖目标 主要得益于中国电动车企业的进驻 其次是电子和家电行业 超过85%的土地交易都集中在东部经济走廊EC 也就是村务里 北流府和罗用府三个府 但中国投资者更青睐于罗用府 因为这里的地价比村务里便宜大概30%左右 预计未来三年内新增工业用力将超过1万来 不知道未来更多的中国企业进来对泰国是否还是货能 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 这之前别忘记给我点个赞 新朋友还想继续观看泰国房产的相关资讯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加入我们离书思想群 有些不方便公开披露的信息 我会在群内进行分享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少理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